雄性凸怎麼說 大家好我是Paul 做一道作物因為一起讀 雄性凸怎麼說 這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是順序 凸頭這個字沒什麼了不起的 BALD 那我們講的另外一個重點 大概是發音怎麼發 我真的反正很多東西都講過 這個我也很有印象 我曾經說過 就是他跟另外一個字做比較 會讓同學可能念的不是很清楚 不過我再坦白一點說 同學遇到這兩個字的機會 也並不是說非常高就是了 另外一個可能還比較高 那個字叫做BOLD BOLD的意思是 其實我們在就像Microsoft 這個程式裡面都有這個功能 你看這個B有沒有 有B、I、U這幾個 U就是underline就畫底線 I就是把它變成寫體字 B就是把它粗體化 所以難道BOLD是粗的意思嗎 它的意思是大膽 OK 是說翻大膽大概真的翻得過去 所以 而且那個大膽是那種 勇敢嘗試的那種大膽 或者就是說不怕冒犯人的之類的那種大膽 這樣子 OK 如果說了一個言論 然後會被人家認為說 你竟然敢這樣子講 但是BOLD Statement 會這樣說 好 所以剛剛先唸一次給你聽了 這個字唸做BOLD 那B-A-L-D 那B-A-L-D 禿頭怎麼唸呢 BOLD 那說 差別在哪裡 好 我們把它詳細更講清楚一點點 其實我自己想過之後 前面這個大膽的這個發音 你可以把它簡化成 先講出年紀大那個老那個字 這個應該好唸得多 它的發音就是O的 所以很明顯那個O是長的 然後嘴巴又把它O這樣子 O的那個音 所以O的O的O的音 加個B在前面 就是BOLD BOLD 那後面的這個ALD的部分 你就把它想像是那個球的音 不過說實在 球這個字很多人也念不好 那如果你會KK音標的話 就那個倒C有沒有 就你在嘴巴你的口腔要有一點點 讓它出現一個 好像真的塞了一個乳蛋在裡面的感覺 所以像球叫做BOLD BOLD 不是BOLD BOLD聽起來像是公牛啊 B-U-L-L BOLD OK 所以BOLD 那BOLD的音 加個D在後面 就變成了BOLD BOLD 所以我們再聽一次它的分別 BOLD 跟BOLD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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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概這樣 好 那禿頭就這樣了嗎 我們要講的是雄性禿 好其實我們今天要帶的是一個文章 講了半天一直沒進來 所以科學家呢 他們把雄性禿 跟這個非常受歡迎的飲料連在一起了 So scientists link male pattern balding to wildly popular beverage 所以這個 male pattern balding 就是雄性禿 他還加了pattern這個字 pattern有花樣之類的意思 所以男性的花樣的或者翻譯成男性模式的禿頭 OK 那你說花樣跟模式 這字怎麼會有這樣子有趣的兩個意思都行的一個概念呢 真的是 真的是喔 因為pattern這個字 我稍微把它打出來 pattern 我們中文講模式 它一個叫花樣 像假如說今天你穿了一個衣服上面有熊熊 很多熊 一隻一隻熊 然後排成一個花樣 那就是一個pattern 或者花或者什麼隨便你 所以這個跟模式之所以一樣 我們講一個這個 我換一個概念來說給大家聽聽看 就為什麼模式跟花樣其實是同一件事 好 我把這個字調小一點點 那我們來做一件事情 你看喔 假設今天 不用假設 我們今天的天氣 春天開花 開花不是天氣 但不管了 我就寫個flower 我們前面加個spring 所以春天開花 那夏天呢 雨比較多 所以summer加個rain好了 秋天呢 就掉葉子 我們加個leaves 那冬天呢 有雪 snow 好你看這是我們的 四季所代表的一個概念 right 所以spring flower summer rain fall leaves 跟winter的snow 那你看看 每年是不是都這樣 對吧 所以我們就做一件事 copy 然後接下來就paste p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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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發現到 這變成什麼 這邊像個壁紙一樣啊 對不對 這能不能印出來放在我的衣服上 就變成了我的衣服的花樣了 所以這是一個氣候的 不是季節的模式 然後你把它用視覺呈現出來 也就變成了一個花樣了 所以pattern這個字 就是模式也可以是花樣 它是完全能夠衝疊的概念 好 所以male pattern bolding 你要翻譯成熊性的模式的凸法 或者是熊性的花樣的凸法 其實什麼叫熊性花樣可能不太好翻譯 可能也就是 還是可以啦 我就把它想成花樣 因為你知道男生怎麼凸 多半都是我把我的帽子拿下來 就是兩邊有沒有 就你的額頭這樣子往上有沒有 可能中間都還有留個一點點 right 然後兩側先凸掉 然後反正就髮際線慢慢慢慢 逐漸往上就不見掉了 那可能也有可能是從 地中海的凸法 那那個地中海凸法 是不是也是熊性凸的一種 我就不曉得就是 ok啦 來所以 那到底這是什麼樣的飲料 right 因為他們把連擊的是 male pattern bolding 跟wildly popular beverage 那什麼是wildly popular beverage 這裡講的就是 就是含糖飲料簡單來說 所以我們讀個幾段 soda drinks beware it looks like your favorite sugary drinks may be linked to hair loss 所以soda就是蘇打水類的 反正就是汽水啦之類的 所以你要小心了 beware就是小心注意了 有這麼一個詞就是 如果建你跟我買東西 或者你跟任何人買東西 你都要小心 就不要有損壞啦 買一個壞掉的東西啦 那如果買到家發現壞掉了 那就是你的事了 因為貨物出手就不管了 所以有這麼一個詞叫做buyer beware 他就壓一個B的運這樣子 ok買東西的人自己小心 buyer beware 所以Beware就是小心注意 那Beware這個字還有像是 例如說你家有狗 然後你要提醒來你家造訪的人 你可能就在 我們中文好像有這樣說完 內有惡犬有沒有 來 所以那個內有惡犬 其實就是Beware of dog 好所以你就寫一個 Beware of dog 就是小心有狗喔 的概念 ok 好所以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一路講下來 其實有一個字也是很重要要講 但沒關係 我們先把這邊看一下我打的筆記 因為發現好像有幾次打的筆記就沒講 那就浪費了對不對 所以Male Pattern Bonus 剛剛說的熊進圖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Male Pattern Hair Loss 也是ok的啊 因為Hair Loss就是掉髮嘛 所以他這裡說了這個好 Sugary Drinks 可能會link到Hair Loss 那我們就講一下 那再多講一下這個概念 就是LOSS這個字 它就是損失失去的名詞 那有什麼好補充呢 就是有的人會把這個字跟LOST搞錯掉 Right LOST 甚至還有另外一個字是LOSE 那中間這個字我認為是離他們另外兩個最遠的 因為連發音都差很多 LOSE的發音是Lose ok 中間是長音的Lose 那第一個是LOSE 最後一個是LOST 插在最後一個子音的尾音的結尾T而已 所以比較容易搞空的是第一跟最後一個 那我們要再強調一下一下 就是損失的名詞是左邊這一個 所以當一個人跟你說 例如說他的可能他的寵物過世了 或者總之發生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那你可能我真的很抱歉 對為你的損失我感到很抱歉 很遺憾 所以你可能就會跟他說 I'm sorry for your loss 那這個就要小心 因為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他都講成後面這一個 Sorry for your lost 那這是錯的 也不要念成LOST 不要多加一個抹音進去 Sorry for your lost No it's just wrong 因為你要這裡要的是名詞 不是被動的一個形容詞 OK 所以這個才對 Sorry for your loss Loss OK 那這個研究 其實來自北京的清華大學 所以我們把這段講念完 A new study out out of清華 university in Beijing has found a new link between sugary drinks and male pattern hair loss with beverages ranging from soft drinks to artificially sweetened juices to energy drinks being some of the primary corporates 好結束 所以新研究 來自清華大學的研究 也找出了 has found 新連結 between what 所以這個 new link 是between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sugary sugary sugary就是sugar這個字的形容詞 就含糖的 between sugary drinks and male pattern hair loss 這等於把剛剛那個 重新說了一次 那豆點後 就繼續補充它的內容 with with要接名詞應該沒問題 所以with什麼東西 飲料 這個飲料 從什麼範圍到什麼範圍 so with beverages ranging ranging這個字 其實可能動詞就範圍 對 那這邊變一個主動的形容詞 所以把動詞加ing 所以飲料 從什麼到哪裡 ranging from soft drink 軟式飲料 到什麼呢 juice是果汁 可是你知道很多果汁裡面 還是加糖了 所以它是用人工的方式 再把它變甜的果汁 所以它這邊用了一個 比較囉嗦的複合形容詞 artificially sweetened juices 所以sweetened是個動詞 很多時候動詞結尾是en 那它倍加了糖 就倍弄得更甜 所以sweetened還要加個ed 因為它是倍加糖了 而且是人工上的 so artificially sweetened juices ok 所以從soft drinks 到artificially sweetened juices to再倒一個 所以from a to b to c 所以from跟to不是只可以接兩個 還可以再接下去 再接一個to 再接一個第三個 so from a to b to c so再一次 from soft drinks to artificially sweetened juices to energy drinks 所以能量飲料 那它們三個都是元兇 所以那再看一次 就我們剛剛說過 we上面加名詞之後 就不能加動詞了 所以剛剛的ranging也是形容詞 那它這裡再多補一個 這個就being 如果今天是句子的話 那就是beverages are some of the primary culprits 可是這裡不是r 因為這裡不是句子 所以這都是文法基礎 但是卻是很扎實的概念 所以這裡的r 就變成了being 因為這樣才變成主動的形容詞 so with beverages being some of the primary culprits 所以primary是主要的 culprits我剛剛說了 元兇 所以這個字元兇把它記起來 因為有的同學可能把它記成 犯人兇手 yeah 元兇可以 所以這邊這個字 你如果要把它換成是另外一個 我們所知道犯人叫criminal 那是不新的 你這裡說soft drinks being some of the primary criminals no 這個不ok 因為我們中文也講元兇 我們不會說這個 就例如說 含湯一定要是犯人 no 含湯一定要是元兇 中文也這樣講對不對 所以英文也是 這裡不能換criminal那個字 這裡要用的就是culprits這樣子而已 ok 好 所以你喜歡喝的這個東西 那是不要喝不然你會吐 好 再來我們再多看一兩個詞就好了 yes 好 所以我們也說一下下 到底要喝多少比較會吐好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也讀一下這一段 這還蠻有趣的 所以他說這個結果是讓人家覺得非常的驚訝的 因為他前面說的他survey了幾個人 這個部分就不看了 我們只看他們要喝多少就是了 so the results were striking respondents with male pattern baldness and baldness they found were drinking an average of about 4000 milliliters per week that's more than a gallon or more than two of those two liter bottles of pepsi you can buy at the grocery stores with respondents with four heads of hair drinking just about 2.5 milliliters 好所以 要是你今天喝到會吐的話 會常常講會吐 喝到會吐的話 大概要喝4.2L 所以 你一個禮拜 喝超過四公升 我覺得這很扯 因為 可樂那種東西 我們知道有兩公升的瓶子 四公升就兩瓶 你一個禮拜喝兩瓶 你或許會想說那多嗎 你如果一天 兩天幹掉一瓶 好像也不是多嚴重的事情 三天幹掉一瓶 那你如果說一個禮拜 六天幹掉兩瓶 好像也不嚴重對不對 可是 again 這已經太過頭了 就是不行 我自己絕對沒有喝到這個量 雖然我也 有時候會喝 好 所以 more than four liters per week 所以他說這樣是超過一 gallon 然後 或者超過兩瓶的那種 two liter bottles 好 然後 至於你要是 滿頭頭髮都沒掉的話 你喝的量就是2.5L 也就是一瓶多 所以你一個禮拜多喝那一瓶 就會掉髮了 講成這樣 所以滿頭都是頭髮沒掉的話 就叫做 Foreheads of hair 如果單數就是head of hair 所以我自己本身沒有禿 所以沒有禿 你當然可以說 I'm not bald 可是你也可以說 I have a forehead of hair 所以I have 一個滿頭的 a forehead 廢話 不然是什麼 半個頭 靠北 一滿頭什麼呢 頭髮 of hair a forehead of hair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一個expression 就把它記起來 OK 好 然後再多看最後一個字就好了 就叫propensity 那我們看那個句子長什麼樣子 就在這裡 Alright 所以很多的 但是還是需要更多的研究 但清華大學的研究呢 研究員們呢 他們就是假設了 so the清華researchers hypothesized that the root cause could be sugary drink's propensity to heighten blood sugar 所以他們假設的是 這個 呃 根本的原因 就是 含糖飲料 它會有一種 天然的傾向 會升高你的血糖 那升高血糖是 再講下去就會講到 吊法就是 so the root cause could be sugary drink's propensity to heighten blood sugar 所以propensity這個字 就是比較fancy的tendency 所以propensity 它是一個inclination or natural tendency 這樣子 ok natural tendency 就是自然的一個傾向 好 Alright 所以我們再講最後一個詞就好了 好 最後一個 好我們今天很努力的把筆記都講完 那最後說了 最後一句大概我們直接把後面部分看完就好了 so with sweet drinks being a major risk factor for developing or worsening diabetes so the logic may hold up 所以這個叫hold up hold up這個在不同的情境裡面可能有不同的意思 一個hold 一個可能的hold up就是停住停住 你不管你在做什麼 hold up hold up 不要再做了 停下來給我停住 hold up 但這裡的hold up不是要你停住 這裡hold up就是什麼什麼理論 是有立基點的 是有立足點的 是大概是合理的 the logic may hold up 那前面講的內容大概就是含糖飲料 就它會增加你那個就是糖尿病的這個嚴重性 所以它的logic也就是說跟吊法連在一起的logic 可能會是可以過得去的 這個logic是說得過的 所的logic may hold up 好 所以hold up有額外的這樣的一個意思 直到一下下 好 那我們今天的總結呢 含糖飲料 或者糖這件事情sugar少碰了 有一個影片我非常推薦 你只要在youtube裡面找 youtube裡面找sugar2.0 OK sugar2.0 那就可以看到這個影片了 就一個教授 他跟大家說 他認為sugar這個東西根本就是毒藥 因為他會阻斷裡面 阻斷你的腦袋裡面一個東西叫瘦素 叫leptin 我可能有拼錯 總之就是阻斷它 然後你就簡單說不會瘦 好 反正像一個小時長的這麼長的一個演講 一句話把它summarize 掉 不是這樣子 就不止 因為他還談到很多像例如說 新陳代謝症候群 叫做metabolic syndrome 也打一下好了 metabolic syndrome 所以糖吃多了吸收多了 會把你的新陳代謝整個搞爛掉 然後總之你覺得肥胖 就包括像小朋友或者媽媽 很視天使的話 小孩子生出來就已經胖了 那這絕對不會是基因 這個應該就是吸收糖太多的問題 所以大家應該要多糖 我一邊講 一邊等一下又要喝含糖飲料 我喝不多 No I try to minimize my intake But I still do 因為就是你知道糖喝起來就是爽 好啦到這裡夠了 我們不要在這邊virtual signaling 我是Paul我們下次見